大家好我是明德 正所謂垃圾換皮出不進韭菜春風吹又生 讓我們看看這次的農夫又是誰 太古神王 開款遊戲為中國版的太古神王2 為同名系列的續作 開發商都是由中國的初見科技旗下的子公司所完成 遊戲是基於同名小說改編而成 雖然我以前也稍有策略這類小說 但這部我是沒有聽過 不過在中國可能非常的紅 所以在2020年時也翻拍過連續劇 但普遍查到的觀後感評價都是 非常的好 我看到有篇影評是這麼寫 包裝的非常的精緻 更高的投資 更有流量的演員等等等 以及更多的營銷與熱收 但絲毫沒有改變故事本身的粗糙 俗套 應付 低劣 同樣這句話是不是可以直接套用到 如今台灣市面上各種的換皮手遊亂象上 是不是都只是投入更多的廣告代言 甚至廣告都是同一套 繼續沿用 根本都不用換 而遊戲本身還是一樣沒改變跟屎一樣的品質 但喜歡的還是喜歡 繼續花大錢玩好玩滿 本次的台灣代理是真好玩 也是聲明遠播的廠商了 不知道的就用上角去了解一下 遊戲玩法為不用手的M&O 職業選擇方面 每個角色出場都要演示一段動畫 搞得花里胡哨的大器登場 而且每個職業都有各自的變身系統 大概是把全部的經費都用在這裡了 又或者是湄公出於自信的技術展現 然後稍微對比一下台版官網的職業介紹圖 我不知道是發生了什麼意外 是原廠開發沒給 還是自己搞的原創 這女槍兵在遊戲中明明是持雙槍 但官網中卻是單手 明顯不太符合 稍微查了一下後 發現她原來還有一個女髮師的形象圖 異世界二轉世吧 而開發商的官網明明也有這種 稍微符合人設的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不使用 再來是這個小屁孩 遊戲中看起來沒什麼毛病 但對比官網圖以後 哪裡看哪裡怪 樣子明顯不太對 於是我又再查了一下 發現她根本是P圖改來的 原本是個六根清淨的小和尚 硬是要被執法還俗 真是罪過罪過 身為一個幻皮遊戲 這樣的人設更換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那我們開始遊戲 一如既往的 開啟後就會自動播放一段時間 你就可以放心的去檢查 哥吉拉模型有沒有被老婆賣掉 這可是廠商為了守護夫妻間的和諧 嚇得用心良苦啊 那我們開始繼續厭屍環節 立繪建模方面 好的沒問題 也是經典的亮場工藝 標配新工 那翅膀 閃亮稱號 附帶給玩家的神秘座奇 真的是絲毫都沒進步的品質 每次試讀這類遊戲 都覺得是在侮辱觀眾的智商 這邊也建議一下廠商 乾脆趁一下熱度 預約送個哥吉拉造型做起 那韭菜們還不嘎嘎亂哥 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賺錢以後 千萬別忘了小弟我 其他就沒什麼好介紹了 老樣子的VIP 手沖 雷沖 禮包等 都是複製天山的玩意 那我突然就很好奇 一代會是什麼樣子 會不會我誤會了什麼 其實它是經歷了大改版 並且強化了遊戲品質 為了不要誤解遊戲廠商的苦心 所以我也去下載了來看看 打開以後 也是差不多的懸角畫面 就是少了那個動畫 遊戲中除了場景略有不同以外 其他都一模一樣 看來不斷追求進步的只有美工 而老闆的每一款跑車 就只望靠這套來實現了 在不斷加強建模跟CG後 改名換代 實現遊戲供需的偉大自循環 繼續再賺他個千秋萬事都不是問題 結論 最偉大的作品是結倫 最韭菜的手遊是換皮 可能是遊戲爛到笑沒人想做測評 或者是掏空到沒經費 投放大量廣告 我並沒有看到太多關於這遊戲的資訊 目前依舊是有 十字約 天龍八部 新凡人修仙傳等 輪分轟炸 天龍八部因為是大廠代理 至少還算正經一點 另外兩個就根本是邪魔歪道 徹底放飛自我了 各種倒數才用作剪接 各位要知道 YouTube上這樣上影片 是非常容易吃版權警告的 但廠商只要買廣告 就能直接規避 還真是謝謝你囉 Google偉大的資本審查制度 我看目前幾款病毒式的影片播放量 到時候上架 應該還是能直接賺爛 別問為什麼 問就是盤子多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GDE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有請問 請問你 我嗎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